巴卡丹哈拉班政府是清潔的 我认为这就是 0.07%的全贷款是直接贷款的 财长塞富鲁挑起的 101项新盟值班合约丰布 并未随着第十四届第三季 第二次国会的结束而挺系 那行动党秘书长兼前财长林冠英 今天继续在党总部的记者会上 批评国盟 更点名数落 自知毫不知情的房地部长 祖莱达 如果她想得到正义 她应该去贷款 因为这就是 陈冠英冠英冠英 因为这就是陈冠英冠英 面对祖莱达回应的 我不知道四个字 林冠英也回赠了她四字真言 除了祖莱达 另一位自称 贸功不标志性人物的阿兹明 也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 万一国会议员王建民 也在记者会上 毫不留情地批评说 阿兹明阿里 当然可以成为一个名字 但名字 阿兹明阿兹明 作为一个名字 最强烈的法律 在法律的法律 政治果然没有绝对 昔日共同对抗政敌的盟友 说撕破脸就撕破脸了 不过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 值班合约风波演变至今 国盟究竟会怎么化解内部的尴尬 把压在脚上的大石头给搬走呢